你好,安东医生,宝宝出生了。 这里是安东医生的动物医院,每天有很多动物来看病。 猪先生和猪太太来到医院。 医生,我太太的肚子变大了,是不是吃得太多了? 猪太太,请在这里躺下。 安东医生把贴诊器放在猪太太的肚子上。 呃,嗯,哦,哦,哎呀,哎呀,这个嘛,是有喜啦。 有喜,真的呀。 猪先生和猪太太高兴极了。 医生,有喜是什么意思呀? 来检查身体的梨子小弟问。 有喜呀,就是肚子里有小宝宝啦。 啊,猪太太的肚子里有小宝宝吗? 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吸收营养,一点一点长大才会出生哟。 你出生之前就是待在我的肚子里呢。 咦,真不可思议呀。 从医院出来,大家往家里走去。 猪太太,你肚子不疼吗? 没事儿吧,我会保护你肚子里的小宝宝的。 梨子小弟牵着猪太太的手向前走。 在路上,遇到鳄鱼和其他的物。 猪太太有喜啦! 梨子小弟告诉大家。 真是太好了,猪太太,请多保重啊。 鳄鱼先生关切地说。 回到家里,猪先生和猪太太想到要有小宝宝啦,感到特别幸福。 真想快点见到小宝宝呀。 猪先生为了让小宝宝睡得香甜, 开始坐小床,叮叮当当,叮叮当。 猪太太为了让小宝宝不受动, 开始缝小衣服,一针一针缝啊缝。 你好。 山羊来拜访。 这些都是从后面天里采摘的, 请多吃点儿,补充营养。 有人在家吗? 鳄鱼先生也来了。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,送给肚子里小宝宝的礼物。 大家都很期待小宝宝的出生。 猪先生和猪太太每天都和肚子里的小宝宝说话。 喂,小宝宝,还好吗? 很快就要出来了嘛。 还要再等等嘛。 我是爸爸哟。 我是妈妈哟。 肚子渐渐的,渐渐的,变得越来越大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。 这天,猪太太正准备做饭。 疼,疼。 肚子突然疼起来。 不好了,快去找安东医生看看吧。 嘿哟,嘿哟。 到了屋外,猪先生想把猪太太背起来。 可是猪太太的身体太重了。 咔嚓,咔嚓。 怎么办呢? 真发愁啊。 就在这时, 梨子小弟跑了过来。 猪太太, 小宝宝要出生了吗? 是啊, 要赶紧抬到医院去。 我去把大家都叫来。 听到梨子小弟的叫声, 动物们都跑来帮忙了。 还好吧,猪太太, 坚持住啊。 医院到了。 安东医生, 小宝宝快出生了, 拜托您了。 我知道了, 猪太太请躺在这里, 猪先生也要留下来帮忙。 动物们都在诊疗室外面等候。 猪太太和小宝宝不会有事儿吧? 大家都很担心。 还没生吗? 还没生吗? 诊疗室里传出 的声音。 安东医生请动物们来到诊疗室里。 平安出生了哟。 大家一看, 有七个猪宝宝。 太好了, 太好了, 小宝宝出生了。 猪先生和猪太太当爸爸妈妈了。 恭喜! 恭喜! 美丽! 你